杜兆辉斜着眼看人 霍尘州也没什么好紧张的 我只是说了东风控股一些人的想法 并不代表我自己的想法 一个能轻易获利4亿港元的投资公司 我个人觉得 它不该只存在这短短的几个月 分到手4000万港元又怎样 钱总是会花光的 没有人会在账户里留那么多现金 钱又跑不过通货膨胀 总得有钱生钱的渠道才行 霍尘州更希望 启航资本能变成一个长期稳定的投资公司 而不是分钱散伙 夏小兰收起笑意 脸上倒没有了刚才那林立 长期合作自然有长期合作的方法 那这钱咱们先不分 这个提议在座诸位都赞同 恨不得举双手双脚赞同的那种 夏小兰无语 你们都不问问这钱我想怎么投资吗 众人只插在脸上写满随便你怎么用 无所谓这些字了 杜兆辉非常配合他 笑细细问 那你想怎么用啊 我想等股市稍微稳一点 抄底买入一些公司的股票 适合长期持有的 或者会再买入几出物业 夏小兰的打算也不复杂 12月一过 这波港股狂跌就能稳住了 现在港岛到处都是抛楼就股的人 房价比股灾来临前要低一些 反正港岛的房子在1997年到来前是稳升不降的 只要精心挑选一下 这一块也算是能长期持有的资产 比如夏小兰2600万港元买的办公楼 如果能忍到现在才买下 能少个两三百万港元 不过这点差价他不在乎 不高调买楼 也吸引不了夏紫玉入套 夏小兰当着股东们的面 制定了更完善的规章制度 他也不一定能每天都待在启航资本 但有重要决策都要问过他 他这个夏总也要拿年薪的好不好 分红机制也要制定好 都是年底分红 不能赚一笔就赶紧分了 所以 这次股灾赚的四亿 就要留到下个月再分 到时候看看启航又花了多少钱出去 剩下才能拿出一部分分红 无规矩不成方圆 投资公司嘛 除了投资上市公司的股票和不动产 自然还有其他途径 像徐静和马海那种 搞新兴产品的创业者 可以多投点 一般有前途的 留给启航资本投 特别有前途的 比如现在还没影 未来市值过千亿的公司 嗨嗨 她肯定要自己私人投资 不用怀疑 这就是夏小兰 她的圣母和吴齿 两个属性绝对是达到了美妙平衡的 都没意见的话就散会吧 大家难得来一次港岛 留下来多玩几天 接待费公司掏 怎么样 杜兆辉乐了 我肯定是要禁地主之意的 我掏我掏 给我个表现机会 是 杜兆辉临危上阵 管理了成龙集团快两个月 在股灾中 集团内忧外患 风雨飘摇 却还没倒 真特别是个奇迹啊 虽然也没焕发出什么活力 这不大家都在艰难度日吗 一下子成龙集团的乱象 就显得不那么扎眼了 想要夺权的 谁都不服谁 不如还让杜兆辉坐在位置上 在多方的制衡下 杜兆辉还就真快坐稳了这个位置 主要还是杜家人 没给他找太大麻烦 最有本事找麻烦的杜兆鸡 如今还在内地关着 二一太从一开始的破口大骂 倒靠他自己反复奔走于内地和港岛若干次 都把杜兆鸡捞不出来后 已经对杜兆辉服了软 只要杜兆辉肯放杜兆鸡一马 二一太愿意在遗产继承上让步 杜兆辉冷笑 杜兆鸡就是他亲自做的局 逮住了不枉死了彩 还叫他高抬贵手 怎么可能 何况现在也不由他控制 是内地政府要怎么处理 夏子豫那边 则在股灾里大亏七千万 直接住院保胎 大半个月 前几天才刚出院 出院了也是惨 他找卢家借的三千万还没还上 卢家没有直接收走他的房子 已经是给杜家面子了 至于三房 则被那莫须有的遗产继承传言给安抚住了 老老实实等着继承遗产 蠢货 就算真有那样的遗嘱 以杜兆辉的脾性 又怎么真的分给三房好几亿 不管怎么说 杜兆荣至今昏迷躺在医院里 杜兆辉这个代理人算是抖起来了 杜兆荣这是昏迷了两个月 要是昏迷两年 就是醒来都没用 兆荣集团除了名字没改 大概从上到下都被杜兆辉给换了一遍 以前的杜兆辉是个光感司令 现在的杜兆辉不叫杜绍 人称杜总 杜总每天身边围着无数拍马屁的人 他要当东道主 请霍晨州等人在港岛好吃好喝高兴一下 那必然是安排的妥妥当当 既然启航投资的公事说完了 能说点其他私事 陈希良凑上前来 王岛那电视剧拍完了 姑奶奶你要不要看看 这才半年时间 还挺快的呀 都市剧嘛 不用搭景 场地服装我们都提供 拍摄进度特别顺 当然快了 夏小兰一想也是 《红楼梦》和西游记是全国取景 一个是古典 另一个是奇幻 前者还要花一年时间培养演员的古典气质 哪有都市剧拍的爽快 电视剧我就不看了 有剪辑出来的版本 你给我妈送去 再把你家里人都叫上 他们要说好看 那就直接往电视台送去播呗 这也快年底了 赶得播出正好 电视剧就是拍给老百姓看的 电影有适应 夏小兰觉得电视剧也可以适应下 阿芬同志沉迷追剧 这年头娱乐活动方式少 还有不喜欢看电视剧的人 夏小兰觉得这个广告宣传效果一定好 她不管于是话 她是不是真心帮杜赵辉 对方要想和她抢夺内地的女装市场 夏小兰就绝对不会退让 你问一问王导 内地电视剧要送到港岛来播放 需要什么手续 啥 还送来港岛放 陈希良看夏小兰的眼神 已经是敬畏了 真大佬 惹不起啊 夏小兰也是忽然想到的 港剧可以杀戮内地市场 为什么不能反过来啊 只要剧集拍得好 就不怕水土不服 至于不认识电视台的人 哈 现在她走出去 是别人想主动认识她好不好 电视剧要播出 罗诺必须做好急速扩张的准备 这事陈希良肯定要应对好 所以她也没了在港岛游玩的心思 特意跑来一趟 就是大家把事说清楚 知道自己在港岛这边还有一大笔资产 老陈同志浑身都是干劲 夏小兰通知了股东 就瞅着机会准备抄底了 股价嘛 其实还能再跌跌 倒是港岛的房价暂跌 夏小兰找准机会 又入手两层写字楼和三处商铺 以公司名义投资 当然是商业写字楼和商铺更好 不仅能等升值 平时还能收租 管理上也非常方便 买公寓楼的话 除非是买一栋楼那种 零散着买还真没什么意思 这些物业 都是在股市里大亏的人放出来的 启航一口气买进 花了八千三百多万 不可谓不大手笔 就这样 启航都还有超过四亿港元的现金 夏小兰让张拜伦筹准时机抄底 等卢家报业跌到五元以下 市面上有多少股就买多少 张拜伦点头表示明白 他还以为夏总已经把卢家报业忘了 原来根本没有呢 跌到五元以下 也非常快了呀 11月20号 夏小兰要求平仓的那天 卢家报业曾短暂涨到过五点七元 第二天又开始跌回了五点三元 如今是第三天 卢家报业是五点一元 明天或者是后天 这股票就得跌破五元 这回夏小兰是不做空 也不做多 他打算做长线 股灾之后 港岛的经济会慢慢恢复 卢家报业就算一两年内 充不上二十二点三元的高点了 五元以下的股价仍然是被大大低估的 夏小兰手里有四亿 先买两千万股来玩玩吧 两千万股 他绝对是炒股把自己炒成股东的那种 卢家要是不想让他当股东 就出钱把他手里的股票回购了呗 当然夏小兰要卖给卢家 肯定比市价卖的贵 十一月二十五日 卢家报业跌到了四点八元 便宜的像大白菜 张百伦小单小单的 慢慢开始买入 尽量不要造成太大的动静 动辄就是几百万股 别想了 那不是在帮卢家抬高股价吗 要涨可以 得在启航先买入一部分之后才行 季江源已经先离开了港岛 这人足足请了一个月假 回学校要是写不出一篇有分量的论文交差 估计要被系里抽打的 挺难得的机会 能亲自经历港股狂跌的这个月 季江源的同学们 大多还在埋头苦读 两耳不闻窗外事 根本不知道港岛发生了这么严重的股灾 信息传递不是那么快 炒股这种事 内地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概念 就算是华清津管系的学生 也只能在书本里学一学 谁叫内地还没交易所呢 季江源回笑 不仅把熊伯岩给他的三千元还给对方 还额外给了一万块钱 熊伯岩是一脸懵逼 拿着吧 用你钱赚的 什么赚的 所以请这么长时间的假 并不是因为季女士的病情变严重 而是季江源在港岛的股灾中赚钱了 熊伯岩缩着牙花子 老老季 不 季哥 钱我就不要了 下次有这种事能不能把我带上 亲自建设一场 不比一万块钱更有价值吗 课本上学的专业知识 不实践 什么时候才能派上用场啊 季江源把钱一推 有机会肯定要带上你 钱你也拿着 两者不矛盾 你要真想跟我去港岛掌见识 身上没钱哪能行 在那里 吃喝拉撒都要花钱的 曾经的季江源 也从未考虑过钱的事 自从和季亚闹翻 决定要经济独立后 他才知道钱的分量 靠自己赚钱 花起来会更有底气 钱本来没有好坏 只看人们要怎么用它 他曾靠炒股挣了十万美元 在季亚陷入经济危机时 他偿还养育真 把十万美元都给了季亚 不过是因为要承担的责任 何求一份问心无愧 给了就给了 季江源没什么舍不得 他能挣到第一个十万美元 也能挣到第二个 不过是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 这一次 就算不跟着夏小兰一起做空炉家报业 在得知美股连跌三天后 他同样会选择去港岛股市博一把 只是没有了夏小兰借给他的保证金 他赚不到三百万港元以上 季江源的经历 在熊伯岩看来已经是很传奇了 他不好意思问季江源赚了多少钱 但能分给他一万块 季江源只会赚更多 熊伯岩的想象力还是被限制了 他大着胆子猜季江源可能赚了十几万 猜不到真实数额是要在后面加个零 自然更猜不到 和他同一届的夏小兰 在港岛股灾里赚了四亿港元 这战绩可以来华清经管系讲讲课了 算了 还是不要让他知道了吧 怪打击人的 季江源觉得自己真善良啊 启航资本平仓了 启航资本获利超过四亿港元 启航资本 大手笔赤子买龙买铺 股灾中诞生的女富婆 夏子玉足足在医院躺了半个月 才保住的胎真的不想再动气 可再看到这些消息 他心里也实在太难受了 将近七千万港元就那么打了水漂 C2投资已经是苟延残喘 下个月发薪水都发愁 这个投资公司独立于成荣集团 杜兆辉当时把他收不回去 自然也要由夏子玉自负盈亏的 夏子玉足足缓了大半个月 才养好了一点精神 一口气亏七千万港元 酝酿了这么半个月 他回过神来 那种痛心和难受是成倍增加的 他真的很后悔 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梳红眼 明明看见股市跌成那样 还孤注一掷地赌上所有身家 是夏小兰给他下的套吗 夏子玉也想不明白这套是怎么下的 夏小兰又没有叫他买过卢家报业 是他自己要大量买入 所以真是他运气不济吗 夏子玉养胎半个月 心痛自己折损进去的七千万身价 都没心思去探究刘芬到底死没死了 看下小兰一直在港岛没有离开 刘芬应该是没死的 这又是叫夏子玉愤怒的另一件事 好像一处不顺就会处处不顺 还有他找卢家借了三千万的事 不知是不是卢家自己对外放消息 之前八卦小报还叫他三亿富婆 如今却叫他三千万富婆 富数的富 卢家真是欺人太甚 在大户室里知道他向卢家借了钱的 也就只有卢运师和何芷彤 何芷彤自己都满头包 自从上个月股市巨亏后 身居检出 已经久久没有公开露面 哪有心情对外讲他的八卦 剩下的也就是卢运师了 所以只有卢家人知道的是 现如今闹得满城风雨 肯定是卢家自己对外放出消息 制造舆论 逼他还钱 如果杜称荣人清醒着 怎么允许别人这样欺负他 杜称荣最好面子 他丢脸 就是杜家丢脸 区区三千万港元 是的 别看这区区三千万港元 和杜家的财富相差甚远 可夏紫玉现在手里 就连三十万的现金都掏不出来 其实他名下的物业 珠宝首饰和豪车 都已经抵给了卢家 卢家还能允许他一直住着房 开着车 已经是非常给杜家面子了 杜称荣一直表现得挺宠爱武一态 这边卢家逼得夏紫玉走投无路 那边杜称荣人醒了 卢家就会很尴尬 但再怎么尴尬 这三千万港元 也不能白送给夏紫玉呀 是杜称荣的武一态 又不是卢家的谁 没理由卢家要花三千万 供着对方过锦衣玉食的日子 卢家也很缺钱 家里股票都跌到五元以下了 要想把股价慢慢抬起来 卢家就要回购股票 他们需要能流动的现金 武一态要么就还钱 要么就把名下的资产 都痛痛快快交出来 让卢家收走抵债 强行收 大家都要脸 港岛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多不好意思 卢家也不容易 再衡量逼债的尺度 其实从中也能看出卢家的现实 对着夏紫玉和古栽之前的夏小兰 是两副不同的面孔 夏小兰嘛 就是北姑一个 卢家不去内地 完全可以不鸟她 卢运师可以轻飘飘说 要教训一下她 谁让夏小兰要和唐元月不清不楚 惹了卢大小姐的咽 后来做空 卢家报业 卢家明明扛不住了 给夏小兰打电话 还是态度傲慢 为什么 因为夏小兰还没被港岛的 有钱圈子真正接纳 直到她在此次古灾中 稳稳当当赚足四亿港元 不管是卢家还是其他人 都不会再小看她了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靓女 她能持量行凶 游走在豪门阔哨之间 靠刷脸 可搞不定一泻千里的股市 稳扎稳打赚了四亿 见好就收 比一口气赚十几亿还有难度 面对巨大的利益 谁能不贪心 夏小兰年纪轻轻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她的个人能力 别说全靠运气 运气来了 和把运气落袋为安是两回事呢 现在的夏小兰 别说是卢家 就算她走到此时的港岛首富面前 说想和首富谈一笔生意 首富也愿意抽出一点时间 来听听她的想法 有能力的年轻人 谁都要高看一眼 当赚到人生中的第一个一亿后 就是迈入了财富积累的高速列车 一百万 很难变成一亿 但一亿 很容易变成两亿啊 今天 夏小兰能赚到四亿 抓住某个机会 可能就迈入十亿级身家了 这样的年轻人 要是找首富谈点正事 人家为什么不愿意抽出时间来听听呢 没准是个有前途的点子 到夏紫玉这边 卢家不想直接撕破脸 逼她搬走 完全是因为 她是杜称隆武一太的缘故 杜称隆还没死呢 这样欺负她女人 卢家自然有顾虑 可卢家也是真需要钱 三千万富婆的称号都喊出来了 夏紫玉的脸皮就是那么厚 卢家能有什么办法 卢运师又被家里人骂了一顿 说那种时候 她就不该在中间牵桥搭线 她要是不在大户室 不管夏紫玉想找谁借钱 当时也想不到卢家头上 卢运师委屈得要命 还不敢反驳 钱是家里愿意借的 也想要让夏紫玉不被强制平仓 让卢家报业纸爹 好歹也是杜称隆的武一太 谁知道脸皮能这么厚 三千万港元都被亏掉一个月了 绝口不提还钱的事 也没有主动把抵押物交给卢家 还过着住豪宅 开豪车的生活 卢运师被家里责怪 她父亲让她负责收回这三千万的借款 卢运师亲自去找夏紫玉 对方避而不见 还有什么办法 卢运师只能去找杜兆辉 杜称隆昏迷 杜兆辉就是杜家主事的人 现在武一太欠钱不还 杜兆辉应该给卢家一个公道 卢运师好不容易约见了杜兆辉 杜兆辉在办公室里翘着腿 真的很欠走 谁能想到杜兆辉这花花公子 有一天能当上杜总 代管着称隆集团 卢运师一直都是瞧不起杜兆辉的 一个从小死了亲妈的浪荡子 怎么争得过杜家其他人 可这浪荡子 偏偏 卢运师忍着羞愤 把自己的请求说了 杜兆辉没忍住 哈哈大笑 笑着笑着她的脸就沉下来 瞧着很有几分阴沉 卢大小姐 我们好像没什么交情吧 我为什么要负责武一太和你们卢家的这笔债务 钱是你们借给她的 自然要找她要 我帮年轻的小妈还债 对别人知道会怎么想 我怕我老都气得从病床上跳下来揍我呢 卢运师气个半死 杜兆辉 你是不是忘了 芝同让我帮你搞武一太的事 这难道不是欠她的人情吗 杜兆辉冷笑 是吗 有这种事吗 我怎么不记得 她可没有欠何止童什么 更不欠卢运师的 不看待唐元月的面子上 何止童和卢运师都不会搭理她 这是她和唐元月之间的事 轮不到卢运师来讨这份人情 杜兆辉本来就很无耻 她还叫卢运师可以选择将此事公开 这件事当然不能公开 卢运师被这无赖逼得毫无办法 气冲冲离开了称容集团 好 杜兆辉不出面 她就要来硬的 杜兆辉都不要杜家的脸皮了 凭什么卢运家还顾虑着 杜兆辉盯着她的背影 敲了敲桌子 算了 让这女人去闹夏紫玉吧 杜兆辉本来想说 不是瞧不起夏小兰吗 那就去征求夏小兰的原谅 不是敷衍道歉 而是真正检讨自己的错误 她就出手帮卢运家收回这笔钱 想想还是算了 她提这个交换条件 卢运师这些人 永远不会真正尊重夏小兰 夏小兰已经在抄底 买入卢家的股票 她有本事凭实力 让卢运师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 卢运师发现杜兆辉不管武一太 他也不是傻子 家里为什么要让他出面收账 反正他是晚辈了 做错什么 也能推说是年轻不懂事 夏紫玉避而不见 卢运师也有办法赌人 平时可以不出门 总要去医院吧 不管是去看昏迷的杜称蓉 还是自己日常产检 医院都是夏紫玉必须去的 卢运师就在这种地方等着 夏紫玉一现身 他就冲上去 武太 那三千万 似乎觉得自己的声音太大 刻意压低一点 其实周围人仍然能听清楚 三千万 你几时还给我们啊 武太 不是卢家要催你 说我们日子也不好过 我们小门小户的 比不上武太才大气粗 没了这三千万 对卢家影响太大了 夏紫玉这辈子 还没有过被人赌着要债的精力 唯有的一次 是那年 他和王建华在白溪寺碰见夏小兰了 夏小兰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叫王建华还钱 钱不多 也就三十五块 但王建华当时羞愤的想找个地方钻下去 因为他兜里偏偏就拿出这三十五块钱 那时候 是夏紫玉替王建华解了围 现在轮到他被人要债 却不是三十五块 不是三千五百块 而是三千万港元 谁来帮他解围 夏紫玉的脸一下就红了 身边所有人好像都在看他笑话 夏紫玉不知如何应对 没和卢韵师说话 等着脸从对方身边挤了过去 快步走入病房 卢韵师也不追 站在原地笑了笑 掏出墨镜带上离开 夏紫玉在杜称隆的病房里 坐在椅子上喘着气 看着病床上昏迷的杜称隆 他是真情流露 杜生 你怎么还不行 没有你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杜称隆后来 虽然又宠过一段时间刘可迎 在经济上却没亏待过他 有杜称隆在 也没人会欺负他 杜兆辉和夏小兰都讨厌他 不也拿他没办法吗 现在 杜称隆已经昏迷两个月 杜兆辉那花花公子 居然慢慢在称隆集团站稳了脚跟 夏小兰又在骨灾中赚了几港元 这两人腾出手来 还会放过他吗 他现在手里已经没了大钱 不过勉强支撑生活而已 卢家在逼债 他也没办法 三千万现金他根本拿不出来 夏子玉在杜称隆的病床边上哭了一会儿 内心的想法也是一时一个变 杜称隆能马上醒了 当然最好 他的危机就迎刃而解了 也不会害怕杜兆辉和夏小兰 若不能醒 就让他快点继承两亿 先把欠债的窘境解决 剩下的走一步看一步 继承了遗产 还了卢家的钱 他手里好歹能剩个一多港元 他不想继续留在港岛了 拿着钱去国外 不管是杜兆辉还是夏小兰 总不能把手伸那么长吧 至于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有一多港元 他下半生能过着优渥生活 何况也可能遇到其他更好的机会 醒了 或者死了 都行 唯独不能像现在这样昏迷着 夏紫玉泪眼朦胧 看着杜兆荣脸上的呼吸口罩 和各种维生的仪器 有一个念头从心底钻出来 又被他强行压回去 不行 这是杜兆荣 他怎么能有这种想法 而且这个病房里 有24小时轮值的保镖和医护人员 杜兆辉虽然不经常来医院 倒是把杜兆荣看得很紧 似乎也是想保住杜兆荣的命 当然要保住 现在还活着 遗嘱没有公布 杜兆辉能根据所谓的委托书代管公司 如果杜兆荣一死 就要按照遗嘱执行了 杜兆荣的遗嘱里 杜兆辉可不一定是最大的继承人 所以杜兆辉要让杜兆荣活着 趁着这段时间 先把公司那边拿住 就算遗嘱对他不利 他也有周旋的余地 可遗嘱对自己是有利的呀 夏紫玉丝毫没有怀疑过一态一亿 子女每人一亿 这个遗嘱分配方案 如果方案是假的 三一态那些人早就闹起来了 所以 夏紫玉把脸上的眼泪擦掉 我要见程律师 让程律师来见我 程律师很快就来了 夏紫玉直接问他 第一 我现在欠了卢家三千万 卢家要我还钱 不然就收走我名下的财物 想必程律师也听说了 我在股灾中损失惨重 现在我的日常生活都成问题 卢家的钱肯定是还不上了 第二 以前是杜生每月给我家用 现在杜生一直昏迷 我应该怎么办 程律师也有点傻眼 杜兆荣不可能预料到这种情况啊 杜兆荣对女人一直挺大方 虽然不给公司股份 但二姨太他们 哪个没有自己的私产 就算是进门最晚的夏紫玉 杜生荣也陆续赠送了不少财物 再加上CR投资公司 夏紫玉也是几千万身家的富婆 别说杜生荣昏迷两个月 就是昏迷两三年 她娶进门的姨太太们 也不可能日常开支上有困难 谁都没有五姨太这么厉害 短短两个月 就把几千万港元的身家折腾光了 程律师组织一下语言 武态的意思 是让我出面和卢家交涉吗 夏紫玉点头 这是最紧要的事 你不能让卢家把我名下的财物都收走 让我没房可住 没车可开 我不重要 难道要怀着杜生的孩子露宿街头吗 如果仅仅是满足有房住 有车开这个要求 程律师倒有几分把握 一口答应了下来 在问夏紫玉要了财务清单后 她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我可以和卢家商量 武态你先变卖一部分财物 把卢家的钱先还一半 剩下的再慢慢支付 起码武态你现在住的寓所和车不能动 杜生荣还真的送了不少东西 物业算上夏紫玉现在住的 共有四处 加起来能值两千五百万港元左右 最值钱的 当然是夏紫玉现在的住所 起码值一千万港元 夏紫玉名下还有三辆车 价值四百万港元 写包衣服就不算了 穿过的只能卖二手 特别不划算 也不可能让夏紫玉没有衣服穿 还有一部分值钱的东西 就是珠宝首饰 杜生荣很喜欢送女人珠宝 便宜货也不符合杜生的身份 贵价珠宝还挺保值 夏紫玉手里的珠宝 大概能值个七八百万港元 物业能卖三处 车子卖两辆 珠宝全部出手 武泰你也知道 着急用钱的时候 别人会压价 只给你留下现在住的寓所 再留下一辆车 把其他东西都处理了 大概能换一千八百 至一千九百万 反正超不出两千万 先把现在住的价值 一千万港元的房产撇开 再留下一辆 一百万港元左右的车 剩下的东西 明明价值两千四百万左右 却顶多能卖两千万 这就是现实 为什么不直接把价值 两千四百万的东西扔给卢家 跌了两千四百万的债务 只剩下六百万欠债 卢家哪有那么傻 他们接手 也是要卖出去的 着急套现实 怎么都是亏的 要不就把名下财务 都一股脑给卢家 不管对方怎么处理 双方的债务一笔勾销 反正当时借三千万时 就是这样约定的 这样一抵债 照样很不划算 可债主是不会考虑 欠债的划不划算 借款协议 当然要保证债主自己的权益 程律师也是见惯了 有钱人破产 清算财务这件事 他很擅长 像夏子玉这样 在投资中失利破产的 也并非个例 程律师给的建议 还是很良心的 这种方式 当然很不划算 或者五泰可以搬到 稍小的物业 将现在居住的寓所 卖掉套现 能多出个几百万 物业还是最能卖上价格的 珠宝和车都会被人压价 这几百万 五泰可以选择还给卢家 也能选择暂时拿在手里 以供日常开销 当然 我个人建议 五泰就算留几百万在手里 恐怕也要消减一部分开支了 比如家里的女佣 不用一下请两个 比如在开车的司机以外 还有好几个保镖 这些人每月的薪水 在以前不算什么 现在的情况下 却是不菲的负担 卖掉现在的房子 搬到稍小的一套房子里去 辞退多余的女佣 辞退保镖 这些行为通通都是消费降级 陈律师见惯了太多 类似的事 消费升级很容易 消费降级太痛苦了 很多有钱人都卖不过这个坎 果然 夏子玉也不接受 搬到小房子里去 辞退身边的人 不行 他是杜春荣的五一泰 他凭什么过这种日子 就连变卖其他财物 他都舍不得 卖物业挺正常 有钱人名下不止一处房产 买来本也是为了给资产保值 当需要钱时 把房产卖一处 也会赚到钱 但把车子卖掉 除非是为了换更好的车 否则这个有钱人的台面就塌了 更别说还变卖珠宝首饰 整个港岛都会看他笑话的 人就是这样 就算杜兆辉和夏小兰等人 已经知道了他的经济窘境 只要没有当面奚落他 嘲笑他 夏子玉还能硬绷着体面 真要变卖财物还债 还辞退身边的人 连虚假的体面都绷不住了 说实话 夏子玉不能接受 他还没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呢 只要他还是杜家武仪态 不管杜兆荣是苏醒还是去世 他仍然是能翻盘的 程律师 你想错了 我让你和卢家交涉 不是我变卖多少财物 是推迟还款的时间 还有我说的第二个问题 杜生现在昏迷 谁来为我支付生活费 我不想和杜兆辉争执 但他现在代管成荣集团 是不是也要把我的生活花费负担起来 他不管我可以 连他同父的弟弟妹妹都不管了吗 程律师的表情顿时很瘙秘 原来是要推他去和卢家周旋 原来还要他去和大少谈 前者且不说 就说后者 让他替夏子玉去管杜兆辉要生活费 程律师相信 等待他的 会是杜大少劈头盖脸的唾沫心子 这个武仪泰 到底有没有摸清状况 难道是他们想错了 杜生虽然患了高丸癌 却并没有彻底丧失生育能力 武仪泰肚子里的孩子百分百是杜生的 否则武仪泰哪来这么大的底气 程律师忍不住看了眼关起来的病房门 武太 这两件事我只能尽力 程律师也没有落井下石 这是杜家的内部矛盾 他不该带着感情色彩去处理 找杜兆辉要生活费的事 自然没有下问 程律师找卢家商量推迟还钱 卢家人一口答应 隔天却发生了一件叫港城小报兴奋不已的新闻 杜武仪泰被贴大字报了 让他还钱的催债大字报贴满了中环写字楼 还是附带主角照片的那种 三千万富婆红遍全港 夏子玉无言出门见人 打电话责怪程律师办事不利 一定是卢运师做的 我要告他诽谤 又没当场抓住卢运师 怎能怪别人做的 谁会那么傻 亲自去做这种事 就算抓住了 也不算诽谤 大字报说的内容又不是假的 武仪泰的确欠钱不还 程律师好心 劝夏子玉先还一部分钱 把卢家的嘴堵住 双方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何必闹得这么难堪 夏子玉丝毫不退让 有本事 卢家强行把东西收走 程律师也不管了 示弱也是一种手段 这样蛮横无理 会让局面越来越糟糕 果然 寄贴大字报催债后 夏子玉在自家门口 被泼了红油漆 他家附近本来就守着几个记者 武仪泰挂着一脸油漆 狼狈躲闪的照片 登上小爆头版 夏子玉休脑万分 干脆躲家里不出门了 卢运师也不上门找他 直接把他告上了法庭 夏子玉接到法院传票 呆呆在屋里坐了半天 这些人 就是要合起来逼死他 他们要看他的笑话 让他从光鲜到狼狈 不 他绝对不能破产 那个被夏子玉压住的邪念 又冒了出来 卢家逼得越紧 这念头就越清晰 要冒一次险吗 不冒险 他真是走投无路了 三千万富婆 家门口遭泼妻 夏小兰丢下小爆 有关夏子玉的笑话 那是几天几夜都看不完 卢运师也不是什么善茶 一步一步的 像猫戏弄老鼠 把夏子玉欺负得够呛 先前五一太有多风光 如今就有多狼狈 这就是靠男人和靠自己的差别 没了杜称蓉这个靠山 夏子玉很难靠自己翻身 夏小兰当然也不想让他翻身 先让卢运师戏弄了他完吧 夏小兰自己还有点别的事 夏总 张拜伦一连洗衣进来 您让买入卢家报业的两千万股 我已经完成了 好 卢家应该是知道了 你继续做出一副要大量买入的姿态 是继续买入 还是假装大量买入 不过真的买入也没什么 在启航买入两千万股后 卢家股票还没超出5.5元呢 真的不贵 夏总显然想当卢家报业的股东 还不是那种小股东 夏总 下一步 夏小兰将两手交叠放在桌上 十分显示 下一步 就是等了 等卢家人再联系他 这一次 对待他这个年轻人 卢家就要万分慎重了 卢家心中肯定有不满 那也只能憋着 夏小兰承认自己有点小人得志 啊呸 怎么把自己当反派了 他这是春风得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